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12月24号的新北新闻网 为了庆祝圣诞节今年系指区公所 再度邀请青山国中小学生到一楼服务台 表演音乐快闪活动 学生带着圣诞帽以及巡路脚 用小提琴演奏一连串的圣诞歌曲 10分钟的快闪让许多洽工的民众 以及公所员工直说好惊喜 早上11点多欢乐气氛 圣诞歌曲传来让许多正在柜台洽工的民众好惊喜 接着拉着大小提琴的学生出现来报佳音 24号的圣诞节前夕 系指区公所邻近的青山国中小弦乐团学生 再度来场音乐快闪活动 一楼服务台这里吸引好多恰光民众的目光 还有小朋友也目不转睛 好有圣诞节的快乐气氛 12月份是青山国中小一系列的感恩喜福课程 那其中也包含我们协乐团的孩子 他们已经第二年来到我们区公所 去分送爱心跟关怀 把美丽的乐音传送到我们戏子地区的每个角落 希望可以关怀我们所有戏子需要关怀的人 也让我们区公所 温馨为民众服务的热忱 可以借由孩子的情声传扬出去 其实我是第一次来这边 因为他今年是青年级 因为他今年是青年级 我今年才刚是上青年级 我很开心能来这边 为戏子区公所各位带来很优美的音乐 不但安排音乐快闪 还有公所同仁当圣诞老人发送礼物 不论大朋友小朋友通通都有讲 真的好开心 至于青山国中小 当天来的学生不但戴着圣诞帽 寻鹿角 也带来几首应景的圣诞节歌曲 他们说能将音乐分享给大家 真的很开心 公所主闭也表示 去年学校就来过公所演奏 将浓浓圣诞节气氛带来办公环境 不但让公所同仁感到温暖 向公民众也能感受到温馨的圣诞节气氛 他们的管弦乐 在这边流露出这么优美的音乐 带给我们市民满满的感动 也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们 2019年大家事事顺心发大财 再次谢谢他们 这已经是第二年了 我希望年年都可以邀请他们 来做快闪的音乐活动 青山国中小的校长表示 希望在这圣诞节来临之前 让所有人感受这美妙的节庆 同学也希望透过音乐 带给戏子民众欢乐氛围 而公所也准备了感谢状 并且送上小礼物 10分钟的音乐快闪 让恰功兴奋变得好玩乐 就分享西子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